普鲁克鲁斯位于俄罗斯和中国交界处 一个宁静的村庄 这个村里曾经有一位被怀疑是间谍的日本男性 被捉来俄罗斯 也有一位俄罗斯女子 相信这位男性的清白 而且跟他一起生活 知道这件事的人几乎都去世了 这应该是发生在50年前的事情了吧 某个夏天 克劳蒂亚休假时 去了疗养院 疗养院里有个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男性和一群开心喝酒的俄罗斯人离得很远 一个人看起来很孤单 克劳蒂亚一旦碰上有人正在烦恼 就没办法杀手不管 隔天他询问那个男人 你看起来不像俄罗斯人呢 你是哪国人 为什么在这里呢 男人欲言又止 才勉为其难的 慢慢说道 我是日本人 战争没多久 被怀疑是间谍 所以被苏联军队抓来 我是被冤枉的 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男人说 我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待了七年 从收容所出来之后 他们也不让我回日本 克劳蒂亚很了解这位男子孤苦无一的心情 不久之后 男人觉得 反正没办法回日本了 就下定决心在俄罗斯生活下去 还取了个俄罗斯的名字 雅各 克劳蒂亚相信雅各是被冤枉的 就算有生命危险 他还是想守护这个人 雅各和克劳蒂亚在夏天的尾身结婚 在普鲁克努斯村的小房子里 展开两人相依为命的生活 克劳蒂亚是在苏联革命后混乱的局势中诞生 从小就失去双亲 他告诉雅各那些因为没有食物而挨饿 没有地方睡觉 躲在墓穴边发抖边数着星星 总是一个人生活的故事 雅各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的第二年 在朝鲜半岛等船回日本时被抓 他被送到寒冷的西伯利亚 与留在日本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婴儿失去了联系 仿佛连求生的意志都丧失班 他在集中营里每天过着无聊的日子 就算离开集中营 间谍疑云也挥之不去 他在没有任何人认识他的土地上痛苦体活着 每当风吹拂窗户而摇动 每当有人敲门时 雅各和克劳蒂亚总怀疑 有人要来把他们抓走 在房间的角落互拥发抖 走在路上感觉有人的目光 看着他们时他们也会感到害怕 两人从一大早就一直工作到晚上 只有工作的时候 他们才会忘记被当成间谍 被监视的恐惧 还有那被充满质疑眼神看待的痛苦 他们开墾荒地 种植马铃薯洋葱甜菜 从香日葵的种植榨油养牛 用牛奶做出起司和奶油 捡取羊毛 织成毛衣内衣帽子或袜子 雅各的手很巧 总是让克劳蒂亚惊喜 书柜、椅子、鸡舍、牛舍、雅各 都可以自己动手做 甚至会组装机器 他在丝陆路的湿地上铺起木板盖桥 有时也让俄罗斯人很感动 到了夏天 两人会坐上三轮摩托车 前往蜜蜂森林 在森林里的小屋屋度过夏天 多亏蜜蜂的照顾 让他们采集了许多蜂蜜 某天夕阳西下 雅各一直望着天空的晚霞 他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寂寞 克劳蒂亚靠近 想叫他 耳朵听到微微的歌声 晚霞见淡夕阳西沉 是克劳蒂亚不懂的话语 他想应该是日文歌 克劳蒂亚和雅各从第一次见面后 已经一起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了 这段时间 俄罗斯这个国家改变很多 也开始和日本往来 克劳蒂亚知道雅各非常思念日本 他也在意五十年前跟雅各分别的雅各家人 现在不知道如何 他心想雅各应该一直挂念思念五十年的家人 克劳蒂亚请求要去日本的朋友收好雅各的信件 拜托朋友帮忙找寻雅各的家人 过了不久他们收到了一封信 信件带来了以下的消息 在朝鲜半岛被破分开的家人五十年间从来没有忘记他一直在日本等待雅各回家 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 等到再也看不到雅各的身影时才逝去眼泪 迈出坚毅的步伐 回到和雅各普鲁克鲁斯村长久生活的家 雅各是独一无二的 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他